以鲜热炙烧的铁板料理多种日式食材 尤其强调以怀食精神 料理出和牛 海鲜等菜色丰美的海陆套餐 日本江湖时代的精致料理在台湾重现 想要品尝堪称人间美味的和牛套餐 这里绝对是掏客的首选 现在很高兴邀请赖主厨来谈谈 套餐是那个顶级和牛 因为它的等级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价位也比较高 那它的餐的内容就是 一样也是一个前菜 一个汤 鱼 冰虾 鹅肝 然后顶级和牛这样 就是很多啦 就是吃起来口感跟一般不一样 就是有点入口即化的感觉 坐在桌前 看湿不如行无流水的厨艺 种种食材顺时化成 清雅细致的佳肴 不知满足味蕾 也大开眼界 想要料理出和牛滋味的精髓 全凭师傅精湛的厨艺 肉的部分它的技巧在于说 你火候不能够太大 因为你在煎厚片牛肉的时候 火候太大外面会焦掉 可是里面不热 那最好吃的部分就是 里面不要熟但是里面要热 那外面要有点酥酥的 焦焦的这样子 像吃起来口感才会好 里面才会软 对那重点就是在于 可能你要先放在中间 稍微煎一下 然后煎一下以后 你要去到旁边去 让它慢慢受热 喜欢吃熟的我会建议吃牛小排 对因为牛小排它比较怕熟 它熟了以后会变得香 对那生的部分就吃沙朗 或者是贝利 或者是和牛 比较适合 另一道值得尝鲜的 美国顶级沙朗牛排 切成薄片的牛排 经过铁板快速加测 至适分熟 迅速封住牛肉的鲜嫩 丰富的肉汁 立刻让味蕾心满意足 而喜欢海鲜的顾客 更有口福 每样食材 全都是精挑细选 龙虾是来自澳洲的玫瑰龙虾 然后鸣虾就是来自台湾 台湾现在有自己人 有在做这个东西 那因为会选择台湾 是因为筋 新鲜度比较够 鱼的话 就由那个苍鱼 跟鱼来做一个搭配 那鱼就是深海的圆鱼 它吃起来口感比较Q 跟平常鲜鱼实际还不一样 像是生长在深海里的 欢白鸣虾 捞捕后立即低温 活体急速冷冻 所以能够完全留住 鲜虾的新鲜原味 也因为鲜嫩肉质 甜美有弹性 是高级海鲜料理的首选 加上师傅炉火纯青的手艺 海鲜原味尽现 而让人惊艳的还有这一味 那就是贴心的客制化料理 如果有这样子的需求 比如说食材 并非我们当季的食材 或者是比较特殊昂贵的食材 我们都会希望客人 在三天前预定 那由厨师这边呢 来帮他们做采购的一个动作 然后帮他们做 比如说调味料方面啊 还有食材上面的一个选择跟搭配 结束精致美味的铁板 合污料理饗宴 服务人员会将客人 引导至优雅的沙发区 继续享用副餐甜点 闲话家常 同时回味当晚盛宴 在最后上副餐的水果甜点饮料的时候呢 我们会请客人呢 换一个地方到我们的 Piano Bar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用服餐的一个方法 分方式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的感觉呢 是更安静的 更有气氛的 那希望客人从一开始进来 到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呢 都能够保有那种很美好的感觉 有别于一般铁板烧的装潢 店家利用画画 日式瓷器与吊灯 营造出日式简约与欧式玛丽 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 装潢当然是以比较自然 比较优雅的风格为主啦 那当然呢 里面透露出的气息 不乏这个豪华跟气派 那相对的在紧密性上面呢 也提供了客人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不管是情侣啦 或者是工商聚餐 家庭聚会等等 都能够提供他们一个非常非常优雅 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场所 铁板烧出槐石隔套的细致精美 高级食材演绎出日式风味 再加上客人至上的贴心服务 让日式铁板料理 成为掏客用餐的首选 再加上客人至上的贴心服务